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罕线穿短裙 抹胸吊带小短裙身材更火烂了 生涂不见衰老 不过 也许是穿腻了长长的礼裙 热巴近日出席活动罕见穿了短裙 热巴近日为某品牌站台 穿了一席白色蝴蝶结吊带裙 发型依旧是黑长披肩 整个人温婉又妩媚 吊带裙是超短裙 长度在大腿中部 最大程度地露出了修长眉腿 以前都只是若隐若现露出眉腿 这次光大正大的绣腿了 热巴的腿修长笔直 简直是漫画里才有的眉腿 发型依旧是黑长卷发 白裙黑发这种极简主义风太适合他了 妆容清淡 红唇点缀 优越的五官体现得更高级了 这种角度看 热巴的五官依旧这么立体 尤其是鼻梁 真的太挺翘了 让人羡慕 手里捧着一束绿色植物 坐在椅子上望向窗边 这样的画面太绝太美了 让人一步开眼睛 离近看 热巴的颜值依旧能打 五官立体皮肤精致 看不到一点沧桑和老太 就连没休息好的感觉都没有 很多人都感觉热巴这两年颜值急剧下降 肉眼可见的变老了 可看这次生涂 热巴的状态很好啊 生涂也不见衰老 也没有法令纹 眼角也看不出皱纹 下额线也很清晰 不显老不发福 这样的真实状态相当可以了 不过 热巴穿裤装受邀观看LV大秀的生涂 就有些逊色了 西装马甲套装配白色T恤 干练不失清心 脚上的皮鞋也很少见 偏游牧风格 帅气高级感演绎得很好 一手插都 表情酷酷的 大女人感觉太赞了 不过热巴的皮肤不是很好 主要是面部 看起来暗黄粗糙 不够光滑白皙 眼睛也不够清澈透亮 给人的感觉瞬间就不是很年轻了 看来热巴的不是很稳定啊 皮肤和颜值时好时坏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